这个女孩正在大楼这边走到另一栋大楼 而连接这两栋楼的只有一把梯子 女孩胆子异常的大 完成任务后却得知自己深陷一个谎言之中 她打算去警察局报案 但警察大叔邪魅一笑 三言两语就把她给赶走了 那么这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一个叫做Never的APP直播平台 里面只有两种角色扮演 一个是玩家 还有一个就是付钱的看客 看客可以给玩家排阀任务 要求玩家去执行 玩家完成任务的难度系数越高 获得的报酬也就越多 玩家为了赚更多的钱 就要玩命的取悦看客 有没有动了这部电影的细思极恐之抽 在于无人监管 毫无节制 随心所欲 看客有多变态 玩家的任务就有多变态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任务 今天小雪给各位看官老爷带来的就是 玩命直播 电影开始 闺蜜小西 正在跟小薇安利这款游戏 小西是这款游戏的狂热爱好者 但小薇却是满脸疑惑 这种游戏合法吗 镜头一转 来到学校的操场 作为啦啦队长的小西 正在尽情的释放魅力 突然在重目睽睽之下 小西一把撩起了裙子 这一切都是直播游戏搞的鬼 即使他做出了这样的牺牲 但他依旧不是排名榜上的第一名 于是小西希望网友能够提出 更有挑战性的游戏 因此获得更高的热度 小薇很纳闷啊 为什么网友们知道 他有恐高症呢 原来只要用户注册了这款游戏 那么他的信息 都会被提取公布出来 小薇听到后 赶紧劝小西 停止这个愚蠢的游戏吧 可小西对这个游戏上了瘾 不断的为自己辩解 还嘲讽小薇太怂了 连向喜欢的人表白都不敢 随后小西就向小薇的心上人走去 谁知这个男孩表示 小薇并不是他的菜 小薇顿时怒火中烧 生气的离开了 被受打击的小薇回到家 一气之下 他也注册了玩命直播 成为了一名玩家 随后他找到了一个男闺蜜 这个男闺蜜啊 是个电脑黑客 他极力阻止小薇 表示这个游戏 以前可是玩死过人的呀 而且游戏一旦开始 根本听不下来 小薇却不以为然 很快他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就是亲吻一个陌生男人五秒钟 他来到一家酒吧 五色对象 发现了一个正在看书的帅哥 汤姆 小薇二话不说 走上前亲了下去 任务完成后 他的奖金也到账了 还没等小薇冷静下来 刚才的汤姆 突然在餐厅里唱起了歌 跳起了舞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原来汤姆也是这款游戏的玩家之一 刚才的表演都是他的任务 一番解释后 汤姆正要起身离开 他和小薇同时收到了新任务 观众们希望两个人能在一起谈恋爱 奈何 汤姆长得实在帅气 小薇也忍不住春心荡漾 就不顾男闺蜜的劝阻 接下了这项任务 随后汤姆就骑着摩托 载他来到了目的地 两个人都不知道 接下来要干啥 很快小薇就接到了新任务 穿上图片中的裙子 而这件裙子 就摆放在对面的服装店里 小薇走了进去 找到这件裙子后 他发现价格贵得离谱 可任务上也没说要买吧 于是他来到了更衣室 快速的换上了裙子 此时观看人数已经上千了 刚穿好衣服 汤姆也出现了 他的身上也套着一套新衣服 看来两个人是接到了相同的任务 在完成搭配鞋子任务后 两人正打算离开 却发现他们的衣服 全部都不翼而飞了 就在小薇和汤姆手足无措的时候 他们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两分钟内 离开这家服装店 汤姆拉着小薇就要逃单 但小薇是个正义感满满的女孩 他认为这样就成了贼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全部脱光光 就这样 在壮人诧异的目光下 两个人齿身裸体的跑了出来 下一秒 他们就在摩托上看见两个购物袋 里面装着他们刚刚试过的衣服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些观众还想让两个人继续游戏 小薇接到的新任务是 文身 于是两个人就结伴体验了一把 另一边 小薇和男闺蜜对他们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但却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 于是男闺蜜求助于另一个黑客 得到了暗网的通行证 果然查到了汤姆的一些信息 原来汤姆是这个游戏的老玩家了 去年就是因为他出了人命 看来这个人并不简单 男闺蜜联盟给小薇打电话 而小薇正在游戏里玩得不亦乐乎 哪有时间搭理他呀 两个人又接到了新的挑战 猛眼高速骑摩托 这个任务实在危险 小薇说自己怂了要退出游戏了 但汤姆却不同意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也无法完成任务 在汤姆的苦苦哀求下 小薇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个难度系数极大的挑战吸引了众多观众 任务报酬也达到了一千美元 挑战开始 汤姆蒙上了双眼 小薇坐在后座指挥着他 高速即时的摩托 在道路中央东倒西外的行驶着 所有观众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 幸运的是 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了这项任务 所有人都兴奋的互唤起来 只有闺蜜小薇的脸色很难看 因为自己的排名又下降了 所以他想让网友们来一点难度更高的挑战 另一边完成任务的小薇和汤姆正在游乐场闲逛 突然汤姆看了眼手机 表示要不要去找小薇玩会儿 而看小薇此刻正在完成一项恐怖的任务 那就是在高空中从这栋楼走到那栋楼 连在中间的仅仅是一幅梯子 这对于正常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更别说是患有恐高中的小薇了 天呐 这个高度直接让小薇吓得四肢发软 一不留神手机掉了下去 任务却这么失败了 这边小薇和汤姆一来到了小薇的派对上 小薇现在可是大红人了 在中人粉丝的簇拥下 他找到了正在和自己安全对象亲热的小薇 事件顿时白热化 两个人大愁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 小薇也挑战了高空陨堤游戏 完成任务后 小薇正要离开 却被赶来的男闺蜜拦下了 男闺蜜告诉了他汤姆的真实身份 还来找小薇也是他的任务之一 感觉被利用的小薇气息败坏 他已经看透了这个荒唐的游戏 他不顾他们的劝阻找到了警察 可警察却一脸冷漠 丝毫没有药管的意思 很快就一圈拿着手机的人围住了小薇 骂他是个告密狗 这时小薇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 说自己账户里所有的钱都没了 因为这个游戏有一个规定 就是只要玩家报警 那么就会受到惩罚 突然一个神秘男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绑走了小薇 下一秒 小薇就被关在了写满高密狗饲养的集装箱里 头顶的电视上播放着 你破坏了规则就要受到惩罚 小薇一气之下踢开了门 走出来之后就遇到了汤姆 汤姆告诉他 这个神秘男人就是他去年的一个游戏同伴 而另一个同伴已经在游戏中摔死了 他被神秘男吓坏了 直接就报了警 但警察并没有管这件事 反而是他们两个人遭了殃 家人丢了工作 照片也被外泄 为了惩罚汤姆和神秘人 这两个人就成为了游戏里的第三种角色 囚犯 他们只有通过决赛取胜 才能摆脱这一切 所以汤姆想要小薇和他一起参加决赛 只要赢得决赛 小薇也就能停下这个游戏 这一边 小薇也深感愧疚 便和男闺蜜一起来帮助小薇 众人开始商量 怎么才能结束这一切 这时汤姆又接到一项任务 就是爬上高楼顶层 单手悬挂在半空中5秒 汤姆也没怂 很快就完成了这项挑战 另一边 小薇按照指示来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大屏幕显示 让小薇上船 随后他按照指示 找到了一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 小薇紧跟其后 随后他拿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一把手枪 男闺蜜带着小薇来到了黑客基地 他们准备把病毒植入到这个直播软件中去 再看这边 小薇拿着这把枪来到了决赛现场 所有人都打开手机 开始观看直播 而决赛现场也有着众多观众 游戏开始 小薇和汤姆亮出了自己手中的武器 游戏规则是 谁先开枪打倒谁 谁就获胜 现实为20秒 20秒到几时开始 小薇和汤姆迟迟没有开枪 汤姆让小薇赶紧开枪 但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观众们都开始嘲讽他 这时神秘男突然出现 他二话不说 举起枪对中了汤姆 随后开始了投票决定生死时刻 果然吃瓜群众不嫌事多 都投了赞成杀死他们的票 神秘男人狠话不多 一枪就打中了小薇 观众们这才意识到 正是他们杀害了小薇 同时男闺蜜也终于找到了 这款游戏的漏洞 突然 每个看直播的人手机上 都显示着恐怖的一句话 你是这次谋杀的从犯 看到这里 所有的观众都害怕了 联盟退出游戏 等现场观众走完后 小薇竟然又站了起来 原来神秘男和汤姆是一伙的 那把枪其实装的是空薄弹 戏很逼真 他们也成功退出了游戏 电影最后 小薇和汤姆开始了真正的约会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在远处仍然有个人 用手机对着他们 这应该就是为了 下一部电影买下伏笔吧 看完这部电影 就一个感觉 惊险 刺激 真会玩 这部电影以时下网络最红的方式 直播为主题 这是一场没有下限的猎奇游戏 它无需对你全权负责 可你必须对它负责 在这场游戏中 你要么充当发布任务 为所欲为的操控者 要么当扮演接受任务 寻求刺激的玩家 如今在这个网络遍布全球 直播扎丢的年代 不同年龄层次的人 他们的三观 也在一次次的急速蛻变 影片中的观众都盯着小小屏幕 在高度发达的网络上 驰骋遨游 并希望以此获得放纵自我的机会 完全符合了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 然而网络就像是一双隐形的手 悄无声息的潜入现实世界 在不知不觉中把你操控 将你推向万丈深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